法胎屋的風險 法胎屋的風險 大部分的人一聽到法胎就確定 就害怕不太想去碰它 為什麼 因為不了解 也不知如何進入這個市場 也確實法胎屋它是屬於三大不動產市場 我講預收屋、中股、法胎屋 它是這裡面所需要具備的專業知識 最多也最複雜 你說有什麼風險 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有風險 重點是風險越高利潤越大 風險越低利潤報酬當然就比較少 法胎屋相對來講 它所具備的專業知識比較多 潛在的陷阱也比較多 它的風險來自於你專業知識的不足 所以你要進入這個市場 一定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 或者是你要有足夠 或者是你要有真正專業的人才 來幫你做這相當的風險的規避 如何避免充斥自己的專業知識 像坊間有看過法胎的課程 可以去上課可以去了解 當然也有人寫一些書 我想書裡面寫得比較 不見得那麼的具體 我想能夠去上課應該是比較直接的 直接有人問 一般想到的問題風險擠出來 好的老師當場解釋 讓你知道 加上實務的操作 我覺得風險都可以避免 完全因為專業知識的累積 謝謝